钢铁侠通过什么方式回归比较合理 第一种可能穿越多元宇宙 在奇异博士2漫威691宇宙中 大家注意看光照会最右边还有一个空位 钢铁侠是光照会的主要成员 那为什么他会缺席呢 有一种可能是钢铁侠当时不在691宇宙 他为了修复多元宇宙大侵袭 通过阿美利卡开启的支援门 来到了漫威主宇宙 而且目前漫威整个阶段都处于多元宇宙当中 想谁死就是想谁活就活 用多元宇宙回归钢铁侠最简单不过 钢铁侠回归的第二种可能 奥创 奥创作为一个人工智能觉醒的个人意识 他居然聪明到用真金给自己打造一副躯体 那么钢铁侠怎么会想不到呢 他将自己的意识传输到贾维斯系统当中 用机械复活生去 纳米技术塑造身体 岂不美滋滋啊 唯一的缺点是没有肉体 但思维可以永生 用这种方式回归的钢铁侠 理论上来说比肉体钢铁侠更为强大 钢铁侠第三种回归方式 强行复活 大家还记得十四二种的彩蛋吗 十四这家伙拿着金属探测器 寻找着金刚狼的坟墓 他手里拿着不得了的东西 复活药剂 这个药剂里面包含了 十四的不死基因 加金刚狼的治愈因子 这一针 炸到钢铁侠的尸体上 分分钟能远地复活 大家编学的这很离谱啊 漫威编剧 你懂的